封元今日特来请罪 滚 托老爷 害我英红自寻短见 一时两命 一时两命 蔡公子是不会让英红小姐 泉下寂寞的吧 她是在等你啊 原来依锤夫人 当认为我做梅 并不是真心的 大人英明 传闻依锤夫人心思极密 今日一看果然名不虚传 少爷少爷不好了 听说那蔡丰元投河自尽了 啊投河 姨娘如此仓皇 可是有何事 姨娘是隐身 舍儿 你可是隐心 顾公子 您看今年的灯笼王 给他吧 恭喜陶大人 获得今年的灯笼王 好 好 好 我爹他心系天下 刚正不恶 陛下是最了解他的 你以为寡人是故意延迟阻止 好让你爹下令 顾舍不敢 你若真想销声匿迹 恐怕 这世人 再也找不到你了 少主任 如今 魔教需要你 怎么突然没动静 不如 我在这说给你们两个听 这位是老陶的一位故人 他叫 穆春 皇姐为了倩儿能够继承皇位 不惜跟自己的母后翻脸 宁可舍去自己的亲弟弟 倩儿一定不会辜负皇姐的苦心的 你只要知道 皇姐所做的这一切 是为了父皇遗旨 干什么 闪开 这里又不是你们秋府 用不着你们替童家出头 住手 光天化日 公然聚众斗殴 你们都想吃牢饭了吗 童家门前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秋家小姐两年前 本是许给了林宪梁家的少爷 可不知为何 如今又许给了童家 梁家听闻此事 特到门前讨个说法 请童老爷放心 只要有崔炯在 就闹不出什么乱子